Hi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JavaScript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程式語言之一 主要用於網頁開發 讓用戶能跟網頁元素進行即時的互動 我們將會談到JavaScript一些常用且重要的語法 並且利用這些語法製作一個簡單的代辦事項App 那首先我們要下載一個叫做VSCode免費軟體 它是一個功能強大且容易上手的程式碼編輯器 下載好且安裝完成後 你可以在電腦內的任意位置建立一個資料夾 隨意設定一個名稱 然後打開VSCode 點擊左側的開啟按鈕來指定到該資料夾的位置 那在網頁開發的過程中 JavaScript通常是和HTML和CSS協同合作製作出一個美觀 具有豐富互動性的網站 因此這裡我們要先建立一個名為index.html的網頁 作為JavaScript的運行環境 那網頁開頭我們要先做一個宣告 告訴瀏覽器這是一個HTML的標準網頁 然後建立一組HTML標籤 代表文件的開始和結束 而裡面又分head頭部和body身體兩個部分 其中頭部記錄的是一些網頁的附屬資訊 像是網頁標題、文字編碼和內容關鍵字等 而body則是用來顯示網頁的主要內容 例如H3代表的是第三個層級的標題 那這裡我們可以考慮加裝一個擴充功能 叫做LifeServer 它能讓用戶即時看到語法執行的結果 安裝好後 只要打開右鍵選單 選擇使用LifeServer開啟 就能看到剛才我們製作的網頁內容 而如果你在編輯器內做了任何修改 譬如新增的一個文字段落 只要按下Ctrl加S 將網頁進行儲存 瀏覽器這邊就會即時更新喔 OK 那在網頁中有幾種不同的方法 來插入JavaScript程式碼 其一 是我們可以將程式碼置入到head的標籤內 不過這個方式有可能會造成網頁讀取變慢 或網頁元素尚未載入等問題 所以一般較建議的做法 是將JavaScript程式碼插入在網頁的底部 也就是斜線body標籤的上方 譬如這裡我使用Alert語法 讓瀏覽器跳出一個提示框 那語法結束的位置 記得要加上一個分號 按下Ctrl加S執行儲存 這樣一來我們就能看到這則訊息了 那另一個推薦的做法 是將JavaScript程式碼放在一個獨立的檔案 以便於管理和維護 並且使用SRC來源屬性 將該檔案引入到HTML 而此時如果我們切換到這個JS檔 輸入相同的語法 瀏覽器這邊也能產生相同的效果 OK 當我們在瀏覽器按下鍵盤的F12時 會跳出一個叫做開發者工具的面板 裡面提供了各種檢查和優化網頁所需的工具 其中一個使用的功能叫做主空台 它可以用來測試和查看語法執行的結果 像剛才的Alert語法如果輸入在主空台的話 同樣可以調出一個提示框 除此之外 我們也可以在VSCode裡面 使用Console Log的語法來進行程式碼的測試 按下Ctrl加S執行儲存 而這三個字就會顯示在主空台裡面了 OK 那接著我們要來談JavaScript最重要的一個技術概念 變數 變數顧名思義就是一個會變動的數值 就好像小明的身高去年是165公分 今年變成172 或是某天的氣溫從30度降到25度等 那在JavaScript 如果我們想要宣告一個變數 我們可以使用VAR作為開頭 或是依照JavaScript最新的語法標準 採用Late這個關鍵字 後面接續變數的名稱和值 而這時當我們用Console Log的語法來顯示變數內容時 瀏覽器的主空台就會顯示年齡為25歲 那剛才我們提到變數的值是可以更新的 所以我如果在第二行將年齡改成26 主空台這邊也會立即變成26歲 那相對於會變化的變數 JavaScript還有一種宣告後就不能修改的常數 宣告常數的關鍵字叫做Const 譬如我指定圓周率的值是3.14159 而此時如果嘗試把圓周率簡化成3.14 主空台這邊就會顯示錯誤訊息 指出常數一旦指定後就不能修改了 那要注意無論是變數或常數 他們都有一些基本的命名規則 譬如他們的名稱可以包含字母、數字、底線和貨幣符號 但是不能以數字開頭 而且字母之間也不能有空白符號 OK 當我們使用數字來當作變數時 我們可以利用它進行各類型的數學運算 譬如我將衣服和褲子進行相加之後 可以計算出總金額為1000元 而如果想要計算折扣也沒有問題 你可以求出商品總和之後乘上折扣的比例 就能算出打造後的消費金額 而除了一般的加減乘除之外 JavaScript也有一些較特殊的符號 例如加等於是代表將原來的總金額加上500元後 變成了新的總金額數值 所以計算結果等於1300元 同樣的 減等於的話 就代表是總金額再減去500 所以新的總金額數值就變成是300元 好 當我們在寫JavaScript程式碼時 你隨時可在代碼旁使用兩條斜線來新增註解 之後再維護程式碼時 我們就能迅速掌握當初的設計思路 此外註解也能用來暫時停用某些程式碼 這在測試和比較語法的時候非常的方便 而在VSCode還有一個實用的小技巧 就是按下快接鍵Ctrl加斜線 就能同時切換多行程式碼的註解狀態 這對於開發者來說 可以大大的提升工作的效率喔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JavaScript的資料類型 類型如果不同 資料的特性和處理方式也會大意齊去 例如剛才我們建立的變數 資料類型是數字 而數字的特性就是能用來運算 那JavaScript另一個常見的資料類型叫做自串 自串的兩側要使用單引號或雙引號進行標註 而JavaScript在處理自串時 如果使用到加號 就會把文字串接起來變成一則訊息 而不像在處理數字時會進行相加 藉由這個特性我們就能將各種資訊拼接在一起 在生成個人化的訊息時就會顯得十分方便 那在進行自串的連接時 JavaScript有一個很實用的功能叫做自串模板 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我想要在主控台生成一個像這樣子的句子 那用傳統的寫法 你會發現十分的麻煩 在變數和自串之間 我們得插入許多的加號 而如果今天我們改用自串模板的話 我們只要先插入一對反引號 就可以把句子直接寫在裡面 而中間變數的部分 就使用貨幣符號和大括號進行標註 採用這個方式的話 程式碼因為沒有的加號會顯得更為簡潔 而且整個句子讀起來也會變得更加直觀喔 好 JavaScript在處理數字或自串時 能做的當然不僅僅只有計算或串聯文字 JavaScript還提供了許多特殊的語法 又稱為method的方法 讓我們能有效率地完成各種類型的任務 舉例來說 當我們在自算變數的後面輸入點lens的話 就能計算該自算的長度 所以這一句話我們可以得知它總共有31個字 而repress這個方法 則可用來替換自算中的內容 譬如我把句子中的今天改成昨天 這樣新句子就會變成小明是在昨天花了800元 至於slice這個方法 它的用途是截取自算中的一部分 你可以指定截取的起始和結束位置 如此主控台這邊就只會顯示這個範圍的自串 好 那數字類型的變數也有一些常用的方法 譬如當我們在計算平均價格時 由於金額無法整除 所以主控台會顯示一長串的小數 而此時如果我們在變數後面 加上tofix的語法 就能指定該數字要保留的小數位數 譬如兩位小數 而如果想要45度到整數位的話 你可以使用max.run的語法 如此主控台內就只會顯示45度後的整數 好 那我們已經談過了數字和自串這兩個資料類型 而接下來第三個我們要介紹的資料類型叫做布林 布林只有真跟假兩個值 通常會用在邏輯和推理相關的程式碼之中 譬如我們可以讓JavaScript判斷同學的成績是否小於及格的標準 而80分顯然不小於60分 所以主控台就會顯示false假 反之如果我們把條件改成大於且等於 那麼主控台這邊就會變成true真 此外如果你想要比較兩個值是否相等的話 在JavaScript你可以連續輸入兩個等號 而如果要判斷兩個值是否不相等 這個在等號前面再加個驚嘆號就ok了 那這邊有一點要特別注意 就是當我們使用兩個等號進行值的比對時 JavaScript並不會在意他們的資料類型 使得自串的60跟數字60會得到true的結果 而如果你希望把資料類型納入考慮 進行較嚴格的比較 你可以在兩值之間改輸入三個等號 那採用嚴格比較的習慣可以避免一些潛在的錯誤 所以一般也是較為推薦的做法喔 好 那布林這個資料格式 特別適合跟if條件式的語法搭配使用 因為if語法能依據布林true和false的結果 來決定要執行哪一段程式碼 那在使用if時 我們要把判斷的條件寫在原括號內 譬如考試成績是否大於或等於60分 如果判斷的結果為true JavaScript就會執行大括號內的程式碼 反之如果為false就不會有任何的動作 那我們也可以將這個if條件式寫得更完整一些 在大括號後面加上else 來指定成績如果不及格的話 JavaScript要執行什麼動作 甚至我們還能做更細緻的分級 藉由else if的語法把成績分為三個等級 甚至更多 如此當分數為55分時 主工台會顯示不及格請加油 如果考到85分就會顯示考得不錯喔 而如果成績是60分的話 評語就會變成恭喜你及格了 那JavaScript還有兩個很實用的符號 讓我們能處理更複雜的邏輯判斷 其中而且代表所有條件都必須成立 才會產生true的結果 而使用或者符號的話 只要所有條件中 其中一個條件成立就ok了 好所以今天假設課程pass的標準 有納入學生出席率的評估 那麼我們就可以在原括號內 輸入end符號 來指數課程通過的標準 以及在else if的後面 插入or符號 說明這個情況需要補交作業 如此一來 當學生成績為65分 出席率為90%時 主工台就會顯示 恭喜通過課程的評語 而如果出席率掉到70%的話 這位同學就必須要補交作業囉 好那我們已經認識了三種基本的資料類型 這些類型都非常實用 但他們也有一個共通的限制 就是他們每次只能儲存一個值 而如果我們每次都要為一個值 建立一個獨立的變數 不僅很麻煩 而且也很沒效率 因此這時array正列這個資料類型 就能派上用場了 array是一種可以儲存多個值的資料類型 數據覽測是由方括號所標註 增列中的每個值都有一個索引編號 所以如果想要取得第一位同學的成績 我們可以標註0這個索引值 而如果想要取得第三個成績 就輸入2 以此類推 那array本身也有許多method的方法 來管理這些數據 譬如輸入push 可以在增列末端加入新的成績分數 輸入pop 這個從增列中解決出最後一位同學的成績 輸入indexoff 這個查詢某個分數在增列中的索引位置 輸入lens 則能查詢一個增列中有多少筆資料 那假設今天我想要把所有成績依序顯示在主控台 一個傳統的做法就是列出第一個分數之後 把整行語法複製起來貼到底下 並依序修改每行語法的索引編號 不過這顯然不是一個有效率的方式 因此這裡我們要來談談回圈loop 回圈的功能是用來重複執行一段程式碼 直到滿足某個條件 而JavaScript最常用的一個回圈類型叫做for loop 在for loop的原括號內 我們要先建立一個變數 一般會被命名為i 然後我們要設定一個條件 譬如i的數值不能大於5 最後再輸入一個i++ 代表程式碼每執行一次後 i的數值就會自動加1 至於要執行的程式碼 我們就把它寫在大括號裡面 如此一來JavaScript在跑這個回圈時 它就會把i這個變數 代入到正列的索引編號 跑完一次後 i就會從0變成1 重新再跑一次 直到i大於等於50 回圈就會停止 而主控台這邊也成功顯示了 所有同學的成績 不過這段程式碼有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當我們在正列中加入新的成績時 回圈的滿足條件也必須手動加1 顯得有些麻煩 對此我們可以將這個數字上限 改成用剛剛學到的Lens語法 讓JavaScript自動判斷正列的長度 甚至你也可以練習一下自串模板的功能 讓主控台顯示更完整的文字訊息喔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看JavaScript 另一個重要的語法 叫做韓式 韓式是一段可用來執行特定任務的程式碼 只要我們需要用到它時 就能隨時呼叫韓式來執行指定的任務 那要定義韓式 你可以在Function關鍵字的後面設定一個韓式名稱 後面接續一組圓括號和大括號 並且在大括號內輸入你希望韓式執行的內容 韓式在定義後並不會自動執行 它需要我們明確地呼叫它 韓式才會產生作用 此外韓式也能接受一些額外的資訊 來執行更靈活的任務 像是新增一位打招呼的對象 這樣當我們在呼叫韓式時 我們就能把對方的姓名放在圓括號內 韓式就能以此生成一則個性化的招呼語囉 好,那我們知道JavaScript的一大特點 是讓網頁能產生互動性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幾個與網頁相關的語法 並且綜合剛才學到的技巧 來製作一個代辦事項的APP 代辦事項在HTML 通常會使用清單的語法來製作 那清單的HTML標籤是UL 而清單內的每一個項目 則是用LI的標籤來表示 為了讓用戶能與這個清單產生互動 我們得先知道要如何用JavaScript 選舉到這些HTML的標籤 而其中一個方式是使用QuerySelect的語法 在圓括號內輸入標籤的名稱 譬如H3標題 然後再將選到的標題 宣告成一個常數 譬如命名為任務 最後再使用ConsoleLock的語法 來測試選取的結果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主控台應該就會顯示H3的標題文字 同樣的 如果想要選取LI標籤的話 我們只要修改一下圓括號內的 標籤名稱就OK了 只是你會發現在HTML文件中 QuerySelect只能選到他們之中的第一個項目 而如果你想要選取第二或第三個的話 你不妨為選取對象添加一個class類別 添加好後 我們就可以在QuerySelect的圓括號內輸入一個點 後面接續class的名稱 如此我們就能精確地選到想要的項目囉 OK 那代辦事項的APP通常會有個文字欄 方便用戶輸入要記錄的事項 而要在HTML文件中要查入文字欄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使用INPUT標籤 將網頁存檔後 就能在瀏覽器內看到一個文字框 而如果你想要在文字欄中顯示一些提示文字 你可以在INPUT標籤內加上Placeholder的屬性就OK了 那我們同樣可以用QuerySelect的語法 來取得文字欄的內容 選舉對象是文字欄這個class 然後再從文字欄揭取出Placeholder的文字 這樣主共談內就會顯示新增項目四個字囉 好 當然這裡我們真正想要截取的 並不是文字欄中的提示文字 而是用戶輸入的代辦事項 因此這邊我們要為這個文字欄添加一個叫做 AddEventListener的語法 AddEventListener可以用來偵測用戶在瀏覽網頁時的各種操作 像是點擊、滑鼠移動和鍵盤輸入等 那這邊我打算偵測KeyUp的動作 只要用戶做出這個動作就會觸發後面的函視 而用戶動作的所有相關資訊 包含按鍵名稱和滑鼠位置等 都會被打包成一個叫做E的參數傳送給韓式 那這邊我們就先試試看 讓韓式顯示按鍵的名稱 我將檔案儲存後回到瀏覽器 而此時無論我們按下哪一個按鍵 它的名稱都會顯示在主控台喔 好 那如果我們想要截取的是用戶輸入文字後 按下Enter鍵所送出的內容 那麼我們就可以在韓式內建立一個if條件式 指出用戶如果按下Enter鍵的話 我們就讓主控台顯示文字欄內的文字 好 我們一樣做個測試 我在文字欄中輸入游泳 按下Enter 於是游泳兩個字就會出現在主控台囉 好 那如果我們想要讓游泳兩個字 變成代辦事項中的清單 又應該要如何做呢 我們知道清單的HTML語法是UL和LI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先用QuerySelect的語法 把整個清單選舉起來 然後我們要建立一個函式 我希望這個函式在執行的時候 它能在清單內建立一個LI標籤 用來記錄代辦事項的內容 而這個效果可以用CreateElement的語法來達成 它的功能是在網頁中插入新的HTML標籤 那我把建立好的LI標籤命名為任務 而任務的內容就是在用戶在文字欄中輸入的文字 一旦新任務建立好後 我們就用append附加的語法 把新任務放到清單的底部 並且把文字欄清空 方便用戶輸入下一個任務 那這個函式什麼時候會被執行呢 就是當用戶按下Enter鍵的時候囉 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 此時我們只要輸入任何文字 再按下Enter鍵他們就會變成一個新的清單了 不過目前的語法存在一個小問題 就是用戶即使沒有輸入任何內容 只按下Enter鍵的話也會跑出一個空的項目 而要避免這種情形 我們只要在函式內新任一個簡單的if條件式 就是當文字欄如果為空白的話 就直接用return的語法中斷這個函式 不要執行剩下的程式碼 而此時當我們按下Enter鍵時 清單內就不會跑出空的項目囉 ok 除了用Enter鍵來新增代辦事項之外 一般這類型的app也會提供一個按鈕介面 來執行相同的功能 那在html新增按鈕元素 我們可以使用button標籤 而button內的文字 我們就讓它顯示一個加號 按鈕設置好後 我切換到js的文件 同樣用queryselect的語法把按鈕選舉起來 並且為它新增一個偵測器 只要偵測到按鈕本身有點擊的動作 就會觸發新任務這個函式 好 那瀏覽器這時已多出了一個按鈕 而我們用滑鼠點擊按鈕後 新任務就會被加到清單之內囉 ok 那我們繼續來把清單的功能做得更完整一點 首先任務名稱的左側 我們可以加一個能打勾的方塊 然後右側可以放一個垃圾桶 又來刪除任務 而由於原來的textContent的語法 只能用來建立存文字的內容 顯然不太夠用 所以這裡我們要改用一個 叫做innerHTML的語法 它能一次插入一大段HTML的內容 那首先是能打勾的方塊 這個只要在input標籤內 加入checkbox的屬性就可以了 然後是任務的名稱 那這邊我使用了自算模板的語法 來帶入用戶輸入的文字 而最後垃圾桶的圖示 我們就插入一個表情符號 配合button的標籤 把它做成一個按鈕 而此時Dum再回到瀏覽器 來新增任務時 整體的感覺就更像是一個APP囉 好 不過目前垃圾桶的圖示 實際上只圖有外觀 如果點擊它的話 並不能真正的把任務刪除 因此我們得回到JS的文件 替垃圾桶圖示新增一個偵測器 只要偵測到用戶點擊垃圾桶的動作 就執行remove刪除的語法 那加了這段程式碼後 這個垃圾桶就能發揮刪除任務的功能囉 OK 那除了垃圾桶之外 我們也要讓打勾方塊能產生實際的作用 譬如方塊在勾選後 上面會多出一條刪除線 而且任務會自動移到清單的底部 那要達成這個效果 我們要先把網頁中的打勾方塊選舉起來 然後替大家加裝一個偵測器 只要偵測到方塊的狀態產生的變化 就先檢查它是不是被用戶勾選了 如果是的話 就使用style樣式的語法 在文字上方畫上一條刪除線 文字顏色變成淺灰 然後把該任務移到清單的底部 如果情況正好相反 是打勾的狀態被取消掉的話 我們就把刪除線移除掉 文字顏色要還原 然後用prepain的語法 把該任務移回到清單的上方 好 我們同樣做個測試 而此時任務的文字外觀和位置 就會配合勾選的狀態產生變化囉 OK 那這個代辦事項的app 目前已具備了最基本的功能 不過它的外觀仍非常原始 我們得用css替它做個美化 同時基於排版的需要 我在html文件中加了一個div區塊標籤 先把所有寫好的內容包覆起來 然後再建立另一個div紙區塊 把輸入框和清單區隔開 那css跟javascript一樣 一般都建議寫在一個獨立的檔案內 然後再用連結的語法 把css樣式表連回到html文件 設定好後 我切換到css樣式表 準備先來設定body 也就是整個網頁 那我打算把網頁的背景顏色色為綠色 顯示方式為flex彈性版面 那用flex來做排版時 我們可以用justify content的語法 把代辦事項的面板水平至中 然後再將面板本身套用白色的背景 寬度加大至300像素 四邊的內具皆色為30 上邊界色為50 那面板的四個角落 我們可以加個圓角的效果 並且用box shadow的語法 產生一個柔和細緻的陰影 至於上方的新增項目文字框 我首先把文字框所在的區塊 同樣套用flex的布局 然後站對文字框單獨設定flex grow等於1 這樣文字框就會自動伸展 填滿橫向的空間 至於旁邊的加號按鈕 我將它的背景同樣設為綠色 邊框設為無 加號改成白色 而內具的部分上下是10像素 左右則是15像素 同時為了提升用戶的使用體驗 這裡我們可以用cursor的語法 改變滑鼠的外觀 也就是用戶把滑鼠移到按鈕上方時 有標就會變成手指 讓用戶知道該按鈕是可以點擊的 那這邊我們不妨讓輸入框的風格 顯得更具有現代感 於是我把這個區塊 同樣加上圓角的效果 圓角以外的地方要把它隱藏起來 以及文字欄周圍的深色細框 那文字欄本身我們可以替它 新增一個背景色 內具也可以稍微加大 那你會發現 當我們把游標放到裡面時 周圍會跑出一個藍色細框 而這部分我們只要加上一行 Outline等於None就OK囉 好 最後我們來把代辦事項中的任務 再做個簡單的美化 首先清單前面的黑點可以把它溢出掉 內具的數值可以重設為0 清單中的每個項目同樣可套用Flex佈局 並且將任務名稱套用Flex Grow的語法 來把它加寬 再來打勾方塊 我們可以加大它的右邊界 任務名稱的上下內具可以稍微調高 底部也可以加上一條水平細框線 使界面顯得更為整齊有序 至於垃圾桶的部分 我們可以將它的背景設為5 邊框可以移除掉 同時滑鼠移到垃圾桶的上方時 游標造型要變成手指 此外為了提供用戶一些視覺上的回應 這裡我們可以把垃圾桶的透明度改成50% 而當用戶的游標移到圖示上方時 再把透明度改回成100% 這樣用戶就能明白這個圖示是能夠互動的喔 OK 那這個練習做到這邊就算是完成了 我們可以透過文字欄來新增代辦事項 也可以勾選左側的方塊 將任務標示為完成 而點擊垃圾桶的話 就能將任務刪除喔 OK 那今天JavaScript的基礎教學 我們就聊到這邊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